在21岁这年 我决定独自出来闯一闯 体验看看创业的感觉 也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老板 在创业的过程中 自己找厂商设计logo 原本logo自己画作样 与厂商洽谈设计餐车 还有靠以前的打工经验设计行销活动 经历了三个月的努力 我准备好了 21岁的我创业了 没有雄厚的家乘 没有父爸爸撑腰 在21岁这年 我决定独自出来闯一闯 体验看看创业的感觉 也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老板 在创业的过程中 自己找厂商设计logo 原本logo自己画作样 与厂商洽谈设计餐车 还有靠以前的打工经验设计行销活动 再来就是不断的 烤烤烤 普考棉花糖冰淇淋看似很简单 其实真的很容易融合 听过多次的失败 终于成功烤出了像样的棉花糖 因为卖香不佳还要到处找适合的糖粉 也收了不少钱 终于摊车来了 第一次跟自己的摊车合照 冰箱也来了 满满的棉花糖 经历了三个月的努力 我准备好了 7月31号永和乐华夜市开炭 等你来品尝哟 不知不觉 我做夜市炭也已经将近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 我觉得最累的就是搬重物 以及拉炭车 要搬棉花糖去炭味啦 其实乐华夜市的老板们 真的非常的好 看到新的摊子 都会很热心来帮忙 特别是成语棚的部分 我根本完全撑不起来 但他们总是会过来帮助我 真的很谢谢他们 身为一位INFJ 其实私下真的 超社恐 但是因为我创业当老板了 就要拿出勇气来 面对 换卫所发生的一切 在路边发传单 不顾他人的眼光大声叫卖 超好 是肉和草莓花糖杯群咯 与客人介绍商品 跟附近他饭友好 Pauto Loming制作短片 以及经营自媒体 以前不敢做的事情 现在我全部都做到了 勇气并非消除恐惧 而是在恐惧面前坚持前行 一没有多余的社团社交 本娘只有大一有玩社团 觉得大学社团没有高中好玩 所以就不玩了 虽然少了一份回忆 和人脉交流的机会 但把这些时间拿去创业 增进自己 毕业之后就不用找工作了 二有空就自律的去图书馆进修 在这边真的要大大夸进 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真的很棒 新书很多 有一整排的理财书籍 可惜我大一都只会在这边睡觉 我也是因为有阅读理财书籍 才拥有了自己创业的想法 三 吃饭配文案 搭捷运配剪片 固坛配做文宣 学习善用时间 无错过任何可以运用的空闲时间 每一分每一秒 对我来说都很宝贵 四 多汉会帮助你成长的人交流 远离会让你 最好负能量的人 向上社交好的圈子 才能让你有正能量 也会使你有所进步 五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乔课作业准时交 套钱一定要 留读书时间给自己 千万不能 本末导致 忘了自己是做学生的本分 其实00后的我 除了夜市摊的工作之外 还有其他份工作 一 学生 身为文化大学社服系 大四 的我 每个礼拜 还是得去学校上课 为了得到大学文准 我还是必须努力早起上课 二 皮肤保养咨询师 这是一份关于美的事业 使用我们家的保养品 让我成功从这样变成这样 皮肤也在持续变好中 三 餐厅打工 只要没有上课的日子 早上我都会来餐厅打工 不过因为太累了 之后会给比较少班 四 短影片创作者 这份工作除了 像脚本剪辑 拍摄 上字幕 配音之外 还得定期花时间刷短影片 增加灵感 和学习其他创作者的内容 也是一份好脑力和严厉的工作 五 棉花坛小子板娘 YEP 就是你们最熟悉的这份工作 当了老板就是什么都要会 属于挑战自己的一份工作 这就是我的斜杠人生 我会记得休息的 大家不要太担心哟 二 März 二 März 二 März 三 März 二 一 一